李君 殷雪 没想到闺蜜俩可以这样沉逢 还真的动了房 醒来的殷雪含情默默地看着丽君 还别说 真有那么一点感觉 丽君也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像我 也很久没有这么自在地 在人前吐露女儿家的心事 这样的势而复得 久别重逢让丽君无比兴奋 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担心了一夜的家人 有请人见人爱 貌美如花的大元郡主 苏殷雪 殷雪的出现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我当然是人了 原来当日硬雪跳河后 幸得九王妃相救 还收了她做干女儿 这么巧就帮丽君化解了危机 而原本等着看丽君 怎么收场的铁木儿 却得知丽君昨晚进了东方 顿感不可思议 显然有点失望 相反担心了一夜的少华 准备去王府看看丽君会不会出事 却被俄姐告知丽君一家团聚 被赶了回来 让少华不用去自讨没去了 显然少华有点猛 可没想到硬雪出入的时候 刚好被刘魁碧撞见 偷偷跟了过去一探究竟 奇料意外地发现了 丽君女扮男装的秘密 丽君你在哪儿啊 娘 我在这儿啊 接着在丽君宫刘杰之时 眼看证据充分就要未复发案 没想到刘魁碧出面指证丽君 说我逼死民女 我爹以权谋私公报私仇 那孟家小姐女扮男装考状员 会为钦差大人 供然坐堂审案 那又算不算欺君犯上啊 丽君慌得失口否认 没想到刘家父子要 丽君宽宜以正清白 但丽君以官微相押 缓了下来 可刘家父子是要揭穿丽君 无奈丽君只能荣厚再审 与应雪创功 让应雪一口咬定自己是孟丽君 并争取得到九王爷的支持 就在这时铁木尔要召见丽君 原来铁木尔已经得知了此事 本就认定丽君是女儿生的铁木尔 想看看丽君这次应该有求于他了吧 没想到丽君表示根本不需要帮忙 真金不怕火来烈 而这边绍华也得知了 刘魁碧指认丽君就是丽君的事 到底四弟是不是就是丽君 可孟大哥发过毒誓 不能明说 没想到绍华笨的可以 别人不说 就猜不出丽君就是丽君 接着应雪表示自己就是孟丽君 求得了九王爷的支持 万事俱备 公堂之上 面对刘家父子的质疑 丽君过了一关又一关 按照事先的安排 让应雪故意晕倒 并让刘家相识的大夫把出心爱 证明了自己确实就是丽明堂 以为可以大功到城 没想到刘魁碧还有一张王牌 让人请来了疯癫的孟丽君 孟夫人 你看到公堂之上 谁是你女儿孟丽君啊 只见孟母走向丽君 丽君慌得一批 心想着下完了 没想到孟母又转向应雪 丽君 这激动人心的相认场面 直接把刘魁碧整不回来 加上九王爷的威严 再也不敢造次 被收押监牢等候发落 丽君终于得以为负贫法 一家人再次团聚 孟母的疯癫也好了 难怪公堂之上可以这么灵活 但众人不明白 应雪怎么会有生命 原来丽君来了一招一花接木 满天过海 现在孟夫也就出来了 家人们都劝丽君跟绍华相认 现在 不用这么着急啊 哎呀 你是不着急 可是人家快急死了 在家人的镶劝下 拉着丽君就准备去和绍华相认 走走走 而绍华这边也想不通 丽君到底是不是丽君 准备去问个清楚 这次两人能相认吗 不明白就要问清楚 嘖嘖